他很不幸的 他用的人少了一點點 他用的少一點點之後 他就有更多的優惠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call放上去 但是不open 所以就等於用beat a bucket 你就少了一點苦工 說我要維護一個環境來放我的source call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放出來的東西 羞於賤人 或是原來都可以賺錢 他就用beat a bucket 就是用這個服務輸入的帳號就可以用了 你就可以把call往那邊放鬆 對,往那邊到 對,無限個private的 對 好 那就是 你等一下要先調整一下 就是說 你等一下用這 你要錄哪個時候 因為他錄的是比較那個 那你如果 我現在如果是share Distop 1 他就會錄整個Distop 1 這個畫面 嗯 好 好 那你要share 下來的時候 就是 他如果是這個 所以你這邊是什麼 他就能跟您切換 好 出現的 他就出現五圈五圈 這怎麼辦 那你只要把那個視窗切掉 他就會切掉 對 對 所以他現在就錄這個畫面 對,他就錄這個畫面 好 然後 然後 就可以 確實個背開始 好 大家還是 快點跟您裝好了 嗯 好 那這邊就這樣 我覺得大家都是科學家 那 科學家 我覺得 可能很 不怕用GIT 但是我覺得用的GIT 是很有很有幫助的事情 那是先建議講一下 GIT GIT 是誰幫你 是這個交方 他就是那個DNA 是他幫 那 這個廠門是什麼 這個廠門就是 你應該知道 他公然就覺得 NVIDIA在顯卡 的時候很不配 他就公然說 NVIDIA 那他就是為了要能夠管 他那邊的Source Call 他就 順便做了GIT 不過其實都不能說他做 他自己覺得 他覺得他自己的專長呢 是 up is 別人 就是安排別人寫Core 所以並不能說他 很厲害寫了一堆Core 應該說 在Linus科目 也是一樣 他都有這個能力 把很多 有才華的 那個Program 聚合起來 在做這麼大的事情 好 他是NVIDIA發Q 那我覺得這個更厲害 就是 NVIDIA有贊助Linus 一直到現在都很知名 所以說 你真的是 調方的程度之後 那些老闆都可以罵 好 這就是 GIT的發音 好 那 那 為什麼要用GIT 那先講 如果說 我覺得就是實用的角度來說 如果你們 是 自己在寫Core 然後你真的就是很懶 懶到受不了 那 我就建議 你就把你們的Core 放在 Dropbox的某個 folder裡面 那至少你有一天 改爛了 或者不小心 電腦壞掉 那你扣還拿回來 那只是 做Bus 不能幫你做什麼事 他不能幫你 很確保說 你要回到一個很正確的時間點 說 欸 因為你可能突然改爛 你一定要回到 你之前還很明確的 是好的那個點 那 那做Bus 沒有辦法打到這件事 做Bus就是 每次存檔就每次備份 那過了一段時間 又沒有了 所以 就是 如果你真的超懶 反正就做Bus 但是 但是你會很明確的 你要有更好的管理機制 就是 就請用Bus 好 那今天講Bus 所以 就在選Bus 好 那 你在寫Code的時候 你就會 想要寫新功能 那很 很自然的 你就會做一件事情 好 我現在加新功能 但是我現在快要用 因為可能這個Code每天都要跑實驗 你不可以突然 因為你可能只要改Code 到改好的一段時間 可能是幾個小時到幾天 中間有一段時間 這Code是不能用的嘛 所以你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說 哦 好 那 我還加功能了 那 所以可以把Stable擺在旁邊 那如果在沒有GitHub的時候 就是你還不懂 成功能 你自然就會有Code 你的資料 加上不去 但是如果你是Toy 那你就算了 但是大家不是科學家 你一定會一直在研發你的新功能 那接下來你就會有一大堆東西 非常多 非常多的東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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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可以用 最新的可能會有Bug 那或者都是可以用的版本 那你可能一定會爆 你可能會有很多很多東西在你 怎麼辦呢 GitHub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那 朋友 就是在合作的時候 先不要講合作 就是說 你是有不同的Code 然後大家都改不一樣的東西 那 那最後怎麼合在一起呢 那 如果只有 真的只有一下下課還好 但是Project過程也是一直在研究 有時候人會很多 有時候很雜 你不可能用人腦去管理這些事情 那 GitHub幫你弄好這些事情 嗯 好 好 那 剛剛其實就有一點感覺就是 欸好像 如果你自己人手來做這些檔案的管理 做什麼貨幣啊 然後加一些符號啊什麼的 反正用一大筆一大堆 好 Git它其實 你可以想像成它內部也是模擬這個過程 它沒有辦法用太多神奇的 它當然用神奇的機制 但是過程還是一樣 過程是跟你人手做事也是差不多的 好 那首先Git在使用的時候呢 是這樣用 就是在一個folder下面 所有裡面的答案是folder 它就幫你管理好 所以你管理的對象是一個folder 那 Git可以幫他想像什麼東西呢 你在使用Git的時候呢 嗯 你可以幫他想像是記憶卡 對 就是以前玩那種 PS PS2 PS3 那Sega Saturn 就是用記憶卡 好 Git就是你的記憶卡 那我們平常呢 做任何事情 就是把東西放記憶卡回去 那當然 你玩遊戲會死掉嘛 就在寫口寫爛的時候 你就要回去 過去某個存檔都會拿出來 但是以前的遊戲呢 可能只能拿最新的存檔 Git是你每一次的存檔都可以拿出來 好 Git在概念上呢 你每一次改的檔案其實都會存一份喔 對 你改的所有的檔案都會存一份 所以你可能有一個5M檔案改10次 那 其實基本上就會是5次M檔案 概念上是這樣子 對 它用這種概念 做事情 好 所以呢 才跟你們講 其實你每一次你確定的更動呢 就是 就會等於是你現在的folder的長相 嗯 就是bit 有以上是改大的事情 那 今天就是一個簡單的附近 比如說 你有個很簡單的project 有個a.r 以及它有個data 那 那 你可能在一開始的版本呢 然後 v2呢 就會記得說 ok data 下面那一層呢 在檔案系統裡面的實作上呢 就會是一個hash 它檔名就是用hashcode 要不然會相撞 它其實檔名會用那個 它內容的hashcode來做 這樣 有沒有老實要選 有沒有老實要選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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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想像成 它git在存東西的時候 就是把所有的檔案存起來 那 每一次的版本 它就會類似像pointer 推遲到下面頂層的那些檔案 這樣 好 那 下一張呢 就是 希望大家有電腦的人 就開始 跟你講說 那 大家就把 git init這個字 好 就是答案的comment line 真正 隨便開一個新的folder 開新的folder 對 就是 開新的folder 然後在下面打git init 好 那我先講一下 可以打git init的時候要講 就是 平常在用git呢 你要開始使用的時候 就是要熟悉這兩個字 init跟clone 那等一下會先從init開始講 那clone會比較好講 因為clone其實 就是拿別人的call來看 那我覺得 init就是你在用的 那clone的時候呢 就像剛剛 就有講到 它會跟別人合作 或者是 在網路上看別人的source code 我也覺得 我也很常clone clone clone別人的東西 你可以從別人的call裡面 學到很多 就是 某一件事情 你看看 真的專家怎麼行 看過一次之後 你就會見不過 不過 所以init跟clone 就是你在用init 兩個歧視點 然後先講init 好 答案 在任何init打完了嗎 init打完以後呢 嗯 你在那個fold下面 其實是空空如也的 什麼事都沒有做 不過呢 它有偷偷建一個隱藏的資料夾 叫.git 它就是你的記憶卡 對 那我會先講一點點 這個記憶卡有什麼東西 在等下在記憶詞變的時候會比較容易一點 這個記憶卡裡面呢 這個記憶卡裡面呢 有一個東西叫.cabig 那.cabig裡面呢 通常就是放 你的名字 你的email 還有就是 你的程式碼從哪裡clone下來 如果你是用init的話 就沒有這些資訊 那.discution呢 是說在網頁上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資訊要秀出來 不過一百年不會用到 好 那接下來講到hooks 那hooks就是比較進階的東西 就是它可以在你在記憶卡上面做的所有操作呢 它可以偷偷加一段scoot來做事情 比如說呢 比如說你們的公司 你們的 就在某一間公司 它很 它會檢查你的code寫的好不好 好 所以呢 這時候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每次我在commit code的時候 在launch一個小層次 來分析你剛commit的code 裡面到底寫什麼東西 有沒有把什麼公司的機密資料 洩漏出去啊 或者是有沒有符合一些code 跟style 或者是你在接收到別人的code的時候 你可以檢查別人寫的code 有沒有問題 那hooks裡面都是放script 而且這hooks裡面的script 是用standard.io溝通的 不是用一些特別的sys structure的結構 所以hooks就是蠻好寫的 而且它hooks裡面已經有很多example 就是它不是空的 它裡面是一個大個example 對 所以你就看別人的code 你就知道 哦做什麼指令 你可以知道 這個code是誰committed的 對 你怎麼知道哪些code 是正要committed的 不是整個主要講所有的東西 裡面就有證明 不用擔心 這樣 好 還有一個objects 剛剛有講到就是那個 那個git它的底層 就是把你所有的code成分 就是蠻暴力的 那所有的code 瑞士也會講code叫東西 你也不一定幫code 你是作家也可以用git 所以objects就是裡面所有的東西 你整個fadget 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的檔案都在裡面 好 那其他的複雜答案先不簡單 好 那 那 接下來就請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在那個空白的folder裡面 之前這個就可以touch A.tst 那如果是windows 沒有touch 可以用 接下來說的指令 除了bit之外 應該都沒辦法用 那所以旁邊幾字號就是說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在那個folder裡面 去建立一個資料2-A.tst 用什麼方法建都可以 然後用nopen鍵 可以 可以 Windows也可以 Windows也可以touch 我不知道 後來才出學前 好 那 touch就是 就找出來 然後 空的這樣 那接下來 一個很重要就是 git status 就是 git它 可能你常用的指令有4個或5個 然後每個指令它都有一些意義在裡面 有時候當你落在一邊空白的時候 就連火油的時候會落在一邊空白 那該怎麼辦 那你要先記一件事情 叫status 叫git status 它就跟你講現在這個folder下面的狀況 除了狀況之外呢 你的下一步可以做什麼都跟你講 就是它會給你提示下部可以做什麼 所以像剛才我們在這個畫面上 你先造了一點txt 然後上下 git status 它下面的序述就跟你說 呃 這是一個正要開始的考慮 而且它 正在master這個branch 然後還有呢 有很多file 你先知道 git還沒有追蹤它 它說 列出來哪些地方追蹤它 它要怎麼追蹤呢 它中間就有寫 use git 它就告訴你 這個指令可以用 如果你想要它的話 所以其實 你看就是 剛剛git 你什麼時候熟 它就跟你說 你想要追蹤這個檔案 就用git add 它就會講明白 這樣 好 那git add做什麼事情 因為你把你的檔案 就一直在改嘛 我剛剛有說 git會把你的檔案 一改就記起來 但它不是像座巴桑 座巴桑是只要一存檔的一顆記嘛 可是我不要 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不是一存檔的一顆記 那是說 當你覺得 改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好 你做git 這個時候呢 它會把你的檔案名稱記下來 剛剛代案名稱記下來 以及 把你檔案的內容給存起來 好 那存起來 那就先做個實驗 那 接下來這個步驟呢 是實驗 就是 晚一點我會 如果你是真的每天daily在用的話 是 不會做這件事情 只讓大家知道它 背後做了什麼事情 好 首先呢 不要add 先 如果你 你有add的話 你先看一下 點git 寫線object 上面有什麼東西 對 TMLS看一下 那你就會 再接下來 再實驗下一步 git add 剛才touch的a.pxt 然後再ls一下 那當然有人 有人沒有在電腦 那 我就講 我會講 我會講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多一個16 多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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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在git add的時候呢 我剛就有講說 git它的底層 就是把你說打你寄起來 所以你在git add的時候 真的就把你打你寄起來了 對 還沒有committer 就先寄起來 對 因為git就是 把你 呃 就是有一個抽象層 那底層就是 很暴力的寄權物 那 如果有人沒有 沒有電腦的話 那我就 就先 VSC一下 大家看一下 怎麼樣 你只要把視窗拖到那個去 他就會 他就會繼續錄成 對 他會做那個視窗 對 好 好 我建了一個 空的資料夾 然後 記得裡面一層 好 剛來 OK 剛來就 撞到 一個內容 就是我增加了一個檔案裡面的內容叫text 好 我剛剛說要把那個 壁層下面的upg 略算看一下 好 就 對 裡面就是兩個資料夾 先不要管他什麼東西 然後 接下來呢 說 我希望我要check這個東西 那就 就等 就可以check它 確決它以後 什麼 我覺得看到一個什麼 什麼 9b啊什麼的 他為什麼這麼奇怪 人家hash 它其實就是剛才那個test的內容 但是他又把它做一點壓縮 嗯 什麼東西呢 他其實就是剛才那個test的內容 但是他又把它做一點壓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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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嗯 喜歡複習一下 像剛才 剛才 HitA的動作 就是把這個資料 放進來 存起來 但是你還沒有說 你現在 還沒有commit commit commit才會 算數說 OK 好 今天就是現在這個資料夾的長相 就是我要的一個版本 嗯 所以那怎麼樣確定這件事 叫commit 所以就記得打 Hit commit 那如果是在Windows上 他人家會敲一個notepad出來 叫你打commit message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 Makeson 或者是Ling 或者是 Emax 到處 那就只要講commit就好了 那 那 commit message的話 我想大家都有意的很清楚 就一定要盡量的留意 最好是很細 這樣 那我自己就是 也是 我會盡量都寫的很細 對 那以後未來我發生問題的時候 才能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那像剛才這樣一連串小小的過程 其實就已經 我覺得已經涵蓋了每天工作的 百分之六十 就是 加進去 加進去他 第一次的檔案系統裡面去 以及我說 OK 現在是一個版本了 然後就會造出上面的方框 那這個方框就會記住現在 現在的director裡面 的 檔案的那個狀況 記起來 那所以說 接下來 一個version 完了之後 我就說 我要add 我可能就像 這一家新的檔案 然後我還在commit 那接下來又會把 我現在資料夾的結構 又是寄個snapshot 所以 一個個人的 正常的workflow 就沒有了 add 跟commit add 進底層的檔案系統 然後 commit 把現在的檔案記起來 照相一下 那 接下來就是 模擬弄壞狀況 就是 其實就是把 剛才的A.GST的內容 就是 如果 A.GST的內容 可以用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把A.GST打開來 然後 裡面的東西 弄壞 這樣弄壞就好 那接下來測試 因為我們剛剛都說 用版本控制 那就是要測一下說 你總是會寫錯 寫壞程式嗎 那就這樣 現在這個步驟就是 模擬程式型壞 寫壞了以後呢 通常就會發生 原本還可以動 被我現在的感覺 就弄壞掉了 就是 要砍掉重點之前 要先看看狀況 那 這個時候就是 這也算是 偶爾會用到 我會 id.diff 一下 就下id.diff 那他就會跟你講說 那你剛才的更改 跟之前的狀況 有什麼不一樣 他有點難看懂 但是 但是你仔細看一下 就是 他的output的訊息 就是 如果有 加號 代表這次新加號 有什麼東西 那這邊就 demo加 好 那這是現在的內容 我覺得demo把他弄壞了 好 然後 他就會跟你講說 嗯 要比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 a.testing 然後 減是上個version 就是test這個字被刪掉了 然後 bad這個字被加進來了 那都是一些hint 那 除了就是 你真的把東西弄壞之後 你就是看 到底弄壞了什麼之外 有時候 也不僅是弄壞了 所以不小心你覺得 口感很多的時候 有點沒信心了 你可以e.diff 看一下 你這次到底改了什麼東西 好 那 就像我剛剛講 因為 還有很多事情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進去git status 就是 git status 就是 是一個很好的comment 就是 我打錯字 好 那這訊息想講什麼呢 剛剛 A.testing 那 A.testing 還有 它機車有兩個 剛剛改 第一個就是 A 就是說 我們要改的東西 那就是把它加進去 它提成的檔案系統 另外一點 你可以commit的時候 就是 真的把它 納貼成一個version 做個smart 但是有可能 你是不要它 就是改壞了 那所以就是下一行 就跟你講說 Git checkout 然後A.testing 你可以把你的 前一個版本 拿到手 就等於把你剛才改的 那個三光光 對 剛才的修改是怎樣 不過要注意就是 就是 如果你沒有寫錯 但是你checkout的話 就是拿不回來 就是你剛才修改 然後就 就蒸發了 對 就是照著它的提示 剛剛中間多兩件 我一時間有忘了它什麼意思 但沒有關係 就是照它做 好 那就 剛才被我弄壞的 那個檔案 就放回來了 好 就是沒錯 就是 Hit它最善良的地方 就是 當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做完了 誒 就是HitStatus 好 好 就是 Summary 其實 這四個指令 就是真的就是這樣的採用 就是 你可能用的 daily use 好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功能 就是 你要回到過去 那 在剛才就是 你其實都不會一直寫這樣 你可能像 讓大家大家可以就是 再多打幾個字 再多commit幾個版本 那 這個時候呢 為了commit message 都很有用的話 有一個東西叫做 下一個指令叫 HitLock 那你就會看到說 你目前這樣一路這樣子改下來 那 它過去的版本也滿寫的 好 那 那 如果你下了 HitLock以後呢 你就會看到 HitLock上面會有 版本的 版號 那你只要 HitCheckout 到那個版號去 你就可以到那個版本去了 那 那剛才前一陣子 呃 說要把那個 檔案復原 也是Checkout 所以說要就是把 東西拿出來的感覺 那就Demo一下 好 好 整個開的版本